柜子宝满,若若相求我,何行之挑适 我们谢谢司仪归京师姐 各位师兄师姐们,大家晚上好 阿弥陀佛,感恩坦相思 还有师兄师姐们给予的机会 让墨学再次有机会 在共修会与大家一起学习和分享 首先我们先删成佛号 阿弥陀佛 正如刚才慧经师姐说的 如果大家只是单看这个画面和简介 其实可能大家对他这位居士是不熟悉的 但是当我们再看一看这边这些画作之后 大家就对他不会陌生了 那今天我们要来一起向这位 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 就是这位邻居琴居士 那邻居琴居士呢 他是出生于马来西亚 然后他是一位佛教漫画家 那他本身呢 从事佛教漫画 创作有超过20年了 那至今呢 有完成了约20部的这个佛教漫画 那么他的作品呢 除了在马来西亚 也在新加坡、香港、大陆、台湾等国家 广为流传的 那右手边的这些作品呢 其实大家不难 可以在各大道场啊 或者是一些素食店都可以看到的 那记得墨学刚开始学佛的时候呢 因为看不懂佛经 然后所以墨学呢 其实都是自从邻居士的这些佛曼 来开始认识佛典的 在这里也很感谢邻居士的作品 又见识接引了当时对佛教一较普通的 然后当时墨学并没有特别注意这些 佛曼背后的这个画家 只觉得他是一位高深莫测 然后是非一般的画家和佛教徒 那也很认定啊 外国的月亮比较圆 然后后来才发现 原来他是来自马来西亚的 刚开始我还以为他是国外的 那我们再来详细的看一看 这位邻居士的简介 那邻居士呢 他从小就很爱漫画 他在一次受访的时候呢 他有说到他从小就喜欢漫画 然后他隔壁呢 是一家理发店 那么他很喜欢就跑去这个理发店 翻阅漫画 因为旧式的理发店都是有很多 如果大家的就是来自那个年代的都知道 那里巴店里有很多这些漫画可以看的 然后他看了这些漫画之后 他就会跑回家吧 刚才所看到的都涂鸦在他的布置上 就因为这样他跟漫画结下了缘分 然后记者有问到他 他的这些漫画的功力啊技巧啊 是向哪位师父学来的 然后他说他其实都是自学的 那如果硬要说是有师父教的呢 他就风趣的说 当那个年代的风云啊中华英雄啊 的这些漫画的作家就是他的师父 那另外呢 他在说访的时候也有说到 他其实作画有三十多年了 然后他从十岁开始学水彩画 那么十六岁那一年呢 有一次他和朋友外出的时候 就经过了一个道场 当时他就听到阿弥陀经的诵经声 然后就因为这个姻缘 牵领了他进入佛门 然后参加了那场法会之后呢 他就开始归异佛教了 然后他他也觉得在送经的时候 得到心灵上的一个安定 然后呢随后呢他就开始慢慢去 赚严佛法 然后积极参与佛教的活动 还担任了他的这个佛学会的美术设计 那当然邻居秦基士的善根是深厚的 他在隔年后呢就开始升起要化佛曼的念头 那当时他也观察到当代的人的阅读风气不强 尤其是青少年更加不愿去读这些大量的文字书籍 更何况我们佛教经典的文字很多 不容易消化 然后他就在想 如果能够把佛经的这个经典画为图像的话 那么就能够让更多人去明白和吸收 然后也更能够广泛的去流通 那所以他在17岁的时候 他就许下了想要以漫画来弘扬佛法的心愿 那其实呢他在接触佛曼的时候呢 他还主编过马来武侠漫画 当时那是他的主业 他是在一家漫画 马来漫画公司上班 然后他是主编马来武侠漫画的 那么有一次因缘呢 他就参加了台湾佛光山的新云大师的这个百胜传漫画比赛 那么他就以这一本吉祥洗金刚的这一本漫画去参赛 结果就得奖了 那么在过后呢 他也曾为台湾佛光山制作了超过 制作了大概五本的高僧传漫画 所以当时呢 他的这个漫画呢 是受业界的肯定的 也获了无数的奖项 那后来呢 因为经济不景气 台湾佛光山就暂停了出版高僧传 所以呢 他就又再回头 做起了他原本的这个广告设计 那他在期间呢 也有帮一些名人画了不少的肖像 那这些呢 都是他他画过的一些肖像 这是出自他的底下的 那两年后呢 就有一间公司浏览了他 上传到他脸书上的佛教漫画 然后就发信 邀请他画这个秘宗的漫画 这也是他自这个高僧传停笔之后 再次画佛教漫画 然后他也有说到 就还好就是有这两本的这个秘宗漫画 让他这两本漫画的这个大德的资助 要不然他说这个世界上 可能就没有他的佛漫了 因为他还是需要杨家糊口啊 因为毕竟他的 他的他的工作是 作为一位漫画家 所以如果没有这些收入来源 他也没有办法再维持下去的 所以他有说了 如果没有当时那个音源 没有这两本漫画的资助 可能我们现在就看不到 他的画作了 那后来呢 邻居情居士呢 就在广告业啊 人物肖像啊 人物肖像 然后佛教漫画里三头钻 他没有 他还是在这三个领域里面 同时进行的 直到2014年的时候 他觉得这样会导致他的身体疲累 也没有办法更精致的去打磨他的作品 所以后来呢 他就决定 做全职的佛教漫画家 那这一个就是他后来的 啊 开设的这个画室 不提漫画工作室 那四年的全职漫画家 那圣牙里呢 那邻居士呢 一共完成了五百 他有完成了其中一部 五百页全彩色的地藏菩萨本愿经 相信这一本书 大家应该都蛮常看到的 在道场上啊 我只是刚才说到的 在一些地方可以看到的 那啊 其实找他画这本地藏经的功德主呢 是一名来自台湾的居士 那我们知道啊 地藏经里面啊 都有多次提到 啊 术化佛菩萨形象 可以获得无量无边的 啊 功德 那么啊 这位 呃 功德主呢 他是因为 这位啊 这个资助 地藏经的功德主呢 是因为家里发生了 啊 一些悲惨的遭遇 然后他后来甚至 呃 是因为自己从事杀业 的这个职业而感召的 啊 业力 所以就 仿效了 效仿了啊 光牧女 啊 地藏经的光牧女 然后啊 就找邻居士 对画了这本 地藏经 然后在于结缘的方式 将漫画 啊 如传给 有缘人 那不仅如此呢 呃 这个 拥有地藏经漫画 版权的功德主呢 他也愿意 啊 将他漫画 将这这部漫画 全部上传至网络 啊 就不需要购买 就是没有版权的 啊 上载至网络 供世界各地的信徒们 免费下载 啊 这个下载的链接 也有在 邻居士的 啊 网页和连处 可以找到的 然后他有啊 要提出了三个条件 那啊 下载之后 我们我们身为读者的 就不能去创改这个内容 不能啊 不能把呃 不能放版权所有 然后也不能够以出售的方式 去跟他人结缘 所以目前呢 这些书呢 都是以免费跟大众 啊 结缘的 啊 接下来 我们就来看看 邻居士的作画的 地方 那这是啊 邻居士早期作画的 小佛堂 这是比较早期前的 那后来呢 啊 他因为这个屋主要收回 这个佛堂作为其他用途 所以呢 呃 当时邻居士 也需要 呃 养家糊口 他也呃 所以就没有办法再有额外的 这个 呃 支出去支付这个租金 所以当时他就只有 就暂时把他的画室 搬 搬进自己的家 把自己的房间 做为这个工作室的 那刚才是比较早期的啊 他做事啊 做画室 那这个呢 这个呢 就是比较近期的 他的工作室了 邻居士的工作室 这些都是邻居士 用平板手绘的一些照片 那这是的今年五月份呢 在容佛 佛光山 新马士的 佛陀展展展展 那里头呢 也展出 展出的这个 释迦摩尼佛传漫画呢 都是邻居士早期的作品 那这是邻居士 的这个作品 曾经在台湾 广传的新闻 法师手上拿的这些 书籍啊 还有这里摆放的 书籍 如果大家近看的话 就是邻居士的这些 作品了 那除了台湾呢 邻居士的作品 也在香港 广泛的 流传 这是香港的 那说了那么多 大家当然很想知道 可以在哪一个平台 找到邻居士的 这些 资讯 或者画作 那这里呢 就是邻居士的 抱歉啊 邻居士的 这个脸书 大家可以用 关键词 邻居情 来寻找 这是他的脸书 那么在脸书里面呢 他也有放了他的 抱歉啊 放了他的这个网页 那他到目前为止的 他所出版的 这个佛教漫画呢 都有放在他的 佛教漫画专业里面 其实像刚才 费经是解说的 其实邻居士呢 他是一位很低调的 一位 国漫家 那有比 其他的作者 或者漫画家 如果大家有去 仔细看的话 他的这些 画作里面呢 这些漫画里面呢 都没有显示 他的名字的 所以 其实 如果没有通过 这样子的一个 去 分享的话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这些 这些漫画 佛漫 背后的大工程 就是这位邻居士 那有一次呢 在采访中 记者就问他 你都没有放名字 那么那些读者 岂不是 不会知道 这位漫画家是谁了 然后他就回答记者 没关系啊 我又不是什么 高僧大德 我受不起 然后 像刚才 慧经世界有说到 那如果其实要在网上 找到邻居士的正面照 到目前为止 我是没有找到了 然后 所以他是很谦卑的 那 佛教呢 其实我们知道 佛教有 八万四千法门 那以佛 佛曼来 弘扬佛法呢 或许 有些人会觉得 比较另类的 但是 其实用这个方法 能够 接引更多 有缘人来 亲近佛法了 然后 所以这里呢 也在 最后呢 也跟大家 共勉 邻居士的 这一番话 他有说到 如果要回首 他的前半身呢 他的人生 只有佛曼 没有遗憾 然后他有说到 如果有一天 他离世的时候 这些作品都能够 留给末法 九千年的众生 他是觉得 没有遗憾了 然后 邻居请居士 有说到 每一次制作 这些佛曼的时候呢 他会大量的 阅读经典 因为不想 误人误己 然后也会向 诸佛菩萨 祈求 不需要 给他 灵异的感应 因为他认为 清净心 就是最好的 感应 所以 我们就很感恩 邻居士 的作品 引导了 来自世界各地的大众 进入了国教世界 为大众种下了 菩提的种子 最后 我们也祝福 邻居士 以佛曼 文法的发行 永远不退转 也希望他能够收获 更多善缘 来 不持他的作品 让世界各地的 有缘 大众 都有因缘 走进 佛教世界 今天我们的分享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无限感恩 郑慧秋 居士 今晚的分享 让我们正式的认识 这位发心的 佛教漫画家 林具琴 居士 在林具琴 居士的佛教漫画 专业脸书上 读到他说的几句话 让墨学非常的感动 他说 在他全职的 佛曼过程中 读者 令他最开心的话 就是说了一句说 林师兄 谢谢您 您让我看懂了佛经 他觉得 他能够以漫画的方式 来红法 就让他感觉 他是完成了 此生部分的使命 他也从来就不奢求 佛曼 能够为他带来什么 名利富贵 他说 一切随缘 只要能够供养 供养一家的 衣食住行温饱 能够解决 孩子们生大学 教育所需的 就足够了 真的 有这份的才艺 愿力 还有执行力 可以修持 道业 让有缘的大众 能够轻易地 接触到佛法 的同时 又能够 维护 家业 真的是一份 非常非常难得的福报 这次的感恩 邻居室的佛曼 结缘 也祈愿 佛菩萨 能够持续地 护有每一个 亲近 传法 护法者的心愿 祈愿 每一个心愿 时时刻刻 都能够圆满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